西九文化區昨天舉行的戶外電子音樂節 先後有4人暈倒 年齡介乎21至29歲 其中一個27歲的男人死亡 其餘3人情況危殆 警方在現場檢獲少量毒品 林溫報導 由尖警區重案組探員到戶外電子音樂節 Rode to Ultra的場地 西九文化區苗圃公園守正 找場地負責的人查問閉路電視是否拍攝得到情況 警方說現場檢獲少量毒品 原諾這裏的負責和舉辦這裏活動的負責 如何跟進? 看垃圾有沒有懷疑毒品還是怎樣 都是向這方面調查 現場有宣傳單張 提醒不能攜帶毒品或違禁品入場 而在活動過後 場地留下大量的酒瓶和膠瓶 有工作人員來到拆走舞台 地下隨處可見的都是玻璃瓶 膠背 碎了的玻璃背 有沒有藥水瓶或比較特別? 那些暫時沒有留意到 日幕節星期六中午開始舉行 最先在下午3時半左右 一個21歲的女人暈倒 到晚上9時多又再多兩個人暈倒 直到深夜11時多又有人暈倒送丸 當中一名27歲的男人 在伊利沙白醫院搶救後不治 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而其餘的兩男一女 只在深切治療部留意 家屬到醫院探望 消息說四人互不相識 重案組探員也到醫院跟進 Rode to Ultra 在全球多地都有舉行 去年首次在苗圃公園舉行 由多個外國樂團輪流演出 今年除了重臨香港 英亞洲區還有8個分站 分別在韓國、新加坡、日本、台灣等演出 那次別記者能問不得